好,回來了,幾季幾集不說了,德哥去到網上講一下 這次是一個1比12的DID作品,你也知道小弟喜歡德軍,喜歡Figure 這個其實我真心推介一次,因為其實是這個牌子第一次1比12的 其實不是第一次出現過Michael Whitman的Tiger Ace 但這次是一個坦克兵,這些裝備是坦克crew,通常沒有頭盔、槍等 但這次出現了一個很Hardcore的冬季德軍 1941年那種,真是最多人玩的 我們先看看這個盒子,這是正常德軍的裝備 對,當夏天先,這個冬裝 即是這些,大家打這個包包羅沙的時候 大家玩德軍就知道是最喜歡這種狀態的 有件大衣服 後面當然介紹很多散件 本身這個應該是,是不是NCO 這個可能不止NCO 有一個軍官帽 事不宜遲,時間太豐富了,開開 事不宜遲了,多少錢呢? 應該是6塊左右 你又考過我,很划算 對,很划算 因為它有很多的報件和很多的散件 這個背景大家玩就明白了 我們先去看看這個內容 厲害,我用厲害來形容 厲害的原因是6塊水 第一版就是主體 有兩版的,看到了 一會慢慢說 第二版就是這裏 剛才所說的,是蒙古德哥 我還有一件外套 對,大外套 還有那一支德軍的裝備 我們都不用客氣了 可以拿出來,去示範一下 真是示範一下 嘩,這支東西真是 很值回票的 之前未玩一比十二的師兄們 未去玩 有些原因的 因為覺得一比六做得很好 而一比十二呢 比不到他之前所有的東西 但是我可能 有些這樣的事 大家自己看 但可能呢 你可以改觀 建設 因為一個全 全製造的德軍 而他官徒領出來 組成的 那就真是很滿意 當然今晚我不會即席示範 因為太複雜 我也想拿一些大家值得留意的 一些散件出來 散件出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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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不是自由樂體 大哥 又欺騙view 我們都不怕全製造出來 這集配件 因為真的很多配件 那 那 大部分 不用全製造 全製造你 一會有執獲金 灑榴彈 那些 那些 嘩 其實都拿出來 六九幾 那些 但希望你不要記錯價錢 這個造型也是三個 一個是帶軍官帽 一個是帶頭盔 一個是帶龜頸 冬天很冷的時候 就套進去 加上冬天的大衣 還有很多手 看看這堆散件 這樣也可以 站得不錯 這一個是皮帶來的 真皮嗎 哇,那些大厂就学一下吧 红真皮是两年都化完胶 化完胶就无谓了 但是这些配件是胶的 但是皮件给到你一个可以做皮带的感觉 你可以裹起它 而且不会断 因为PVC是代替不到的 PVC是难皮 真叭PVC是原型的 没有摺皱的效果 就是皱纹的效果 而它就给到你 所以它就选择用真皮做皮带 好啦,这条Wild Harness 哇,都做出来了 就是典型的东西 还有这支MP40 我不拔的那支 打架是否拔得到的? 拔得到,不用拔 因为它连这支小的也拔得到 神经病 我不会怀疑MP40是拔不得的 还有,这两个托 两个形状 因为它太小 如果它做一个活动就很容易懒 所以它就给了两个 一个是开了一个托 一个是折了一个托 值得留意一下 另外一支Grennade的印的字 都印在那里 不知道录音是否信不信 太小了 哇,大佬 你是挑战iPhone的放大能力 所以就是说 以前你觉得1比12 给不到你的德军东西 它告诉你 我是给到你的 我做得1比6的话 我可以做1比12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Message 记住,记住,记住,DID 记住,记住 记住,记住 其实我最欣赏是一个皮带 它用了真皮做 是的 我也希望一些大厂 特别是一些大的模型 真皮 真的,那些钱 我们玩家绝对不介意付 其实皮是真的贵了 不过,你这么少的量 就是你割开是少少手工 嗯 其实我觉得是值的 就是成本不是真的 高得那么厉害 对了,对了 那再看回这个头盔 哇,那些旧化都做了 可能要辛苦一点 刮一刮 我玩一只FIGURE 对了 我先脱下帽子 哇,你留意一下头盔 如果刮人家的头盔 刮人家的刮人家的刮人家 不,刮人家的刮人家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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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刮人家的武器 对了 是对的 不讲你 德哥丰城的手目 真棒 很了不起 你看看这手毛多大 相对皮带条件映得很小 说到头了 如果你拍到头罩 是上到到深浅色高纲的阴影 而头的细节都做了上色的效果 没有特别说是什么角色 都没需要了 军事历史的通常都是 还有这么小的比例 除非是大明星 否则也挺难认得 OK的 鞠躬也可以 再低一点 其实省下眼 一比十一点 都出了八九只 不说不说 之前它出的比较散 又出一些日本武士 又出一些现代时装 又有些 我这些拿上手 我不怕死 接近九十度 都OK的 其实可能是衣服顶着 没错有点回弹 SALUT也可以 既然是这样 都玩尽它那些可动性 阿德哥玩可动性 我研究到这些手 它其实是没有 哇 胶虚也可以 真正 不过当然 胶虚的关系 对于脚腕关节 有少少牺牲的 不过其实已经做了筹纹 Anyway 哇 好性感 中间我看到这些 还有这些手 我怀疑它有做那些阴影 轻轻做那些阴影 那些粒体感很强烈 不知用哪些 呃 如果你这样做啤唇色胶 就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看到 那个 质感很好 可能就是因为 二战的朋友 不要拦我 没错 因为 我要做什么 哈哈哈哈 你要试一下 可动性 嘛 OK 上一点 OK 功夫得棍 嗯 嗯 我觉得不需要再有些什么 就着这个figure的可动性 有些什么需要再改善 因为它连虚底的 detail 都做了 神经病 六九七九水 应该不用 应该不用 它没有交白卷 即是 一比十二 出来给你 那现在 你这些光纤看到 其实已经是看到 它应该有做到阴影的部分 那 还有 仔细度 都是做到足 那所以 如果你在做 有疑惑到 究竟一比十二 是否真的帮你减了分 其实 那当然 大小一定有关系 但如果其他东西 我自己 我自己 可能年纪大 我宁愿买 省位些 那就买多几个玩 更开心 好 我的手的 detail 都很清楚 好 看下 你夹了你的指纹 哈哈哈 夹不到 是否要去审讯 OK 好 这里 你放得挺好的 基本上 都没有什么补充 不如你放完之后 我真的很想买 买 在下期见 OK 拜拜